晚清三劫 曾国藩 左宗棠 彭玉玲全传 作者 徐哲深 第二五回 儒宗谈理学十亿人心 勇将壮生威 伪装狗眼 曾国藩本是一位理学儒宗 平时对于一个妻子 早认为是人们的毛贼 所以他的家书之中 别让世事迁退 以备在家敬意 独有理学二字 他却当人不让 不肯再去和人客气 这天听了他那位新收门人 彭玉玲请教他的说话 可巧对了他老人家的胃口 于是老老实实拿出老师排场 把那彭玉玲的居心无愧之处 先行提出大大的称赞几句 然后再去怪他没有精力 这正是教导人的良法 当时彭玉玲一见他的老师 果不将他当作外人 老实教导 不禁喜心余色地达到 门声也致精力不够 这总是学问不到之故 勿求老师开我毛色才好 曾国藩瞧见彭玉玲的脸色 忽现喜容 知识一个可造之才 将来必能成名 便又高高兴兴地说道 你的第一桩事情 单去注重一个孝顺的顺字 任体未免不清 你要明白同一父母之命 难免没有乱命 所以 古人说过那句 小杖则寿 大杖则走的说话 这个意思 本是取内复发身体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之意 既连毁伤都要逃走 大归之事 问题更大 单以孤习二字说来 自然孤大 若以祖宗四序说来 父母之命便小于四序了 我们那位邹氏弟妹 当时不知为了何事 不得余估 遇着这种事情 只有你去设法 调和他们姑息之间的情分 就是一二连三的几件 也该去做 真的到了万万不能再见的时候 只有邪漏我们那位邹氏弟妹 暂时远避的一法 如何可以私下寄于金书家中 又去承认大归二字的名义呢 你的第二桩事情 对于一切亲友 大可肯托他们 去向令堂面前求情 或是带着邹氏弟妹 去向婆婆陪礼 如何可以一口承认 尚未娶过 曾国藩说到这里 又问邹氏有无子女 彭玉玲道 王晶生有一子一女 子名永昭 已将成人 女名永殿 年龄尚小 曾国藩听了盲街口道 既有子女 又无师德 老弟竟忍心令我们那位邹氏弟妹 居付大归之名的吗 彭玉玲听到这句 早已戚戚楚楚地躺下泪来 于是一臂是泪 一臂微微地叹气 曾国藩又摇手劝阻道 这也不必伤感 现在只有赶紧叫子成名 使他在那九泉之下 能够欣慰 也是一般 曾国藩说到此地 忽见一个家人 捧了一包公事 前去请他批阅 他就忙同彭玉玲二人 细细看毕公事 方使命那人拿去 仍又接说道 老弟当时对于一切亲友 既已承认未娶 难道没人前去 替你说清的吗 彭玉玲见问 便又促额地答道 怎样没有 还有人阴见门声不肯答应 以为必有外遇的呢 曾国藩点点头道 这些事情 倒是流俗之见 不必理他 至于老弟的第三双事情 那个神道社教 本是愚民政策 伏击开放 也极危险 老弟当时以为陈茶老米 不致吃坏 但需防到酒病之人 全靠粮药去救 倘若病家把这责任交于姬仙身上 不再去请明医 岂不因此误了日子 弄得急于明医 也难医治了吗 说道捉腰一劫 胡仙武通 南北两方 都有出现 老弟彼时 因为那个马桶盖之故 一路之下 拿出玉瓶 比胡静置毕命 曾国藩的命子尤为理嘴 忽见两旁伺候韭菜的那些家人 都在别过头去 眼口而笑 他就摆出庄严之色 而又和和哀哀哀地告诉一般家人道 此事有何可笑 彭大人是不会怪你们的 倘若换一身课 便不成体统了 以后不可如此 曾国藩说完这句 又对彭玉玲揭续说道 此事邪不胜正 非有他也 老弟当时虽和我那必童年金公老是说出 但是不能前去 直突然尽告之 不就只有一半收成 再说到现在的这位秘夫人 也能任由老弟 凯然出界如此巨款 当然是位极名大义的人物 他应看上老弟的人物 你笑文君之为 也是人情之中的事情 本也不可厚非 及之病入膏肓 欲以遗嘱要求老弟 承认他为原配 这件事情 仍要怪着老弟 未曾将你实话告诉他的缘故 曾国藩说道此地 呼嘲彭玉玲微微地一笑道 这莫老弟 究竟和他有染没有吗 彭玉玲见问 都把他的脸一红 假装咳嗽着地答不出来了 曾国藩瞧见彭玉玲这般样 便把面前的一支酒杯端起 朝着他一举道 快喝一口热酒再说 彭玉玲此时正在没法 忙去喝上口酒 壮了一壮胆子 方敢鼓勇地答道 门声本你正是娶她 起初是因手头拮据 诸事不变 而因那时的贼人围成正吉 一时不及去故此事 后来他又病了 更加耽搁下去 即至他有一天 陡然之间的病事沉重起来 他也自知不起 所以有那遗嘱之举 那时门声若去答应了他 故事不好 不答应他 一句不好的当口 忽被贼人攻瘫两丈城墙 人命一个鼓噪 方氏暂且打断话头 后来他的毛病 仍旧时好时歹 门声已经来此供职 又有一天晚上 他忽然命人前来唤我 等我到他那儿 见了我面 又没什么紧要话头 不到言语之间 总在愁得他的病症难好 倒说这天晚上 竟是哀哀悲悲 死死活活 通常门声和他苟且一次 当时只怪门声见理不明 居然做了名叫罪人 曾国藩不带彭玉玲再往下说 便接口说道 如此说来 老弟只可以外父带他的了 现在快去替他利益禁足的四子 载住四子 替他夫妇二人合葬下土 于心也就安了 彭玉玲听说道 老师教会甚事 门声一定照办 彭玉玲还待在说 互见杨再福同了罗泽南两个 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 叫着曾国藩说道 大人 安庆省城 又被红军攻破 如何是好 曾国藩听了这个消息 不觉长叹一声道 红军如此猖獗 名无较泪意 彭玉玲愤愤地接口道 无论之计已率兵前去 怎么还是这样 曾国藩摇摇头道 现在军权不一 你教润之一个人 又怎么样呢 况且新放的这位钦差大臣奇善 既不十分之兵 又以宗室之士 绝不肯去润之河中共济的 你们只要看他 手握十万之重 至今游在河南逗留 也可以亏测他的意思了 杨再福道 听说这次去攻安庆的 就是那个四眼狗陈玉成 彭玉玲笑问道 这个四眼狗三字 大概总是一个绰号吧 罗泽南连连摇手道 不是不是 我听的人说 说他真有四只眼睛 曾国藩道 不管他是四眼狗也罢 五眼狗也罢 总之安庆一失 江西便威 他既然从下游杀去 一定置在南京 不知那位陆志台 可在预防没有吗 彭洛阳三个一起接口道 我们听说这位陆志台 只宠一个爱妾 一切正事 不胜过问 曾国藩听说 连摇齐头 没有说话 彭玉玲道 老师今天可以讲得有些疲倦 请去休息一下 我们也得出去料理宫室 曾国藩站起来 送出彭洛阳三个 大家各去办事不提 这莫所说的那个四眼狗陈玉成 到底是不是长了四只狗眼的呢 不是的 读者不必信急 听我慢慢说来 原来这个陈玉成 就是洪大全的朋友 自从投入洪秀全的部下 所力战功 倒也不守 因此 封为殷王 有一天 同着林凤祥二人 奉了东王之命 去攻齐水 齐州两处 他就当场对着东王说道 依我之意 我与威王两个 还是各攻一处为妙 东王听说道 这样也好 你们二人 就在我的面前捏咎 当下陈玉成便捏了齐州 立即率了二万大兵出发 将到齐州 便于离城十里的所在 闸下迎来 当天晚上 他手下的部将 都去向他请令 以便第二天一早好去攻城 陈玉成听说道 我常常的听见 我们正负两位军师说 我们起义 原为调民罚罪而来 只要倾国的官吏 肯来投诚 便好免些杀戮 我记到此 应该预知这个武文元 叫他快快献上城池就是 众将听说 即请陈玉成快写玉丹 陈玉成就命营中文案 写上一张玉丹 命人送入城中 武文元接到玉丹 不觉大怒地说道 本周乃是朝廷的六品正应官 为何降贼 岂不辱莫先人 武文元一面说着 一面几把来人 斩首挂上城投号令 陈玉成拒报 因见武文元如此无礼 方才大怒起来 连夜进兵 前去攻城 即到城下 抬头一望 非但满城黑暗 而且肃静无声 不绝一呆 盲暗寸道 难道这雷妖头 因为知道不是我们的敌手 夜以悄悄地带了百姓 一起逃走不成 陈玉成想到此地 急命他的部将范连德 不问空城石城 快快攻入再说 谁知他的说话 尚未说完 抖文一个信号 就在黑暗之中 城内杀出一只人马 左边杀出一只人马 右边杀了一只人马 竟把他们的队伍围在核心里了 亏他肃负永明 毫没慌张之状 提起一把大刀 耍着开四门的刀法 抵住官兵 那时 范连德同了另外十几员皮将 生怕陈玉成有失 也是不要命的厮杀 当时陈玉成杀退了一阵 又是围上一阵 他虽一连杀了几阵 那班官兵 毫不退后 只是向个朝永杀上 不妨就在此时 他的左额上面 忽被一个轻将伤了一刀 他更大怒起来 对着那个轻将 大吼一声 跟手也是一刀劈去 那个清官 早已被他劈得翻身落马 请客之间 以为乱兵踏坐肉迷 此时 那个范连德 也以一员杀死几个轻将 那班官兵 方才不能支持 撒围而退 陈玉成同了众将 怎么肯放 飞马就追 及他一马烧到城下 抖右听见一声炮声 城上的灯笼火把 忽悠照耀的如同白昼的一般 所有的官兵 早已退入城内去了 同时又见城头之上 那个武文元 指着他在大骂 他见城门以臂 又有乱剑设下 只好忍了气地退回营去 一点人头不将一个未伤 他盲向范连德 高红发两个道 这个姓武的腰头 竟有一点不止 范连德不答这话 先问陈玉成的伤处怎样 陈玉成见问 方才觉得疼痛起来 急去用手一摸那个伤处 裹有龙眼大小的一个窟窿 他也不答这话 仍又对着范高二将说道 我想此刻尚未天亮 那个姓武的腰头 瞧见我已受伤 一定不在防备 你们快快跟我就此杀去 包你的手 范高二人听说道 这墨 我们也是暗中杀去 使他更加不防 陈玉成想上一想道 这墨我从东门暗中杀去 你们也是暗中的 悄悄绕到西门杀入 不得误实 陈玉成说完 急和众将分头发出 等着他到齐州城下 守城兵士 果然因为打了胜仗 属于防范 一个不留心 早被陈玉成爬上城楼 杀开城门 放入他的冰江 一直就向支州衙门奔去 哪知他还未到衙门 早被范连德 高洪发二人 果从西门杀入 一脚杀到支州衙门 已和武文元等人 在那向站起来了 武文元本是一位文官 因为稍有一点调度的能力 所以陈玉成第一仗没有占着便宜 此时既已杀到衙门 武文元手下的军队 早已逃散 虽有承手汪德胜 本城团方局长贵殷廷 保安队长黄德贵 训帝官卫冲销等人 只有泄骑 没有泄脚 自然成了强弩之末 无济于事 没有多久 自武文元以下 统统同归于尽 都做清朝的殉难忠臣的了 陈玉成既见武文元等人都已阵亡 他便一面先入衙门 注重乾粮等务 一面出世安民 那时天已大量 陈玉成草草部署一下 急命范连德率兵武签 镇守这个齐州 他就班师回到武昌 天王 东王见他得胜而回 自然大喜 乾江正在替陈玉成的技工的当口 忽见他的左额上面 有个龙眼大小的窟窿 还在躺血 盲问可是受伤 陈玉成点点头道 不碍事的 砍了脑壳 也不过挽大一个班 乾江 因见陈玉成临阵受伤 便是勇敢的招牌 傅又替他加上一功 陈玉成向着天王谢恩之后 便又问起此地的军情 以及威王林凤祥 去到汽水等等之事 天王告诉他道 此地连日都有战事 敌人方面 现在又加上齐扇和胡令义的两只人马 倒还罢了 只是那个妖妇李金凤的邪术 很是厉害 连那刽子秋也奈他不和 威王林凤祥已有报来 即日可下汽水 陈玉成听罢 暗存他和林凤祥同日出发 他已站了城池 回来搅令 林凤祥虽说即日可下那个汽水 总已迟了一步 心下一个高兴 不由地大笑起来 大家见他笑声未已 忽悠哀悠一声道 痛死我也 几把双手紧捧脑壳 天王 东王 北王 乾江 石打开 萧三娘 李秀成 李士贤 贵子秋 洪轩焦 陈素娟 陈小娟 秦日刚 吴吉士 刘继胜等等 都一起围了上去 要想拉开陈玉成的双手 问他怎么 陈玉成仍是捧了脑壳的达道 伤痕破裂 痛不可忍 天王听说 吉命吴吉士和贵子秋二人 扶着陈玉成回他营去 如有法术可医 赶紧替他医治 吴贵二人 扶着陈玉成去了喂酒 林凤祥又派人来报公 说是以得起水 吉日班师 天王便命乾江传令嘉奖 等得来人去后 迷探花迷 忽然走来 先朝红轩焦 暗暗做上一个首饰 红轩焦成人不备 也是暗暗打还一个眼色 迷探花坊至天王面前 行上毅礼 朗生说道 陈蒙天王伪充女兵总指挥室宫中的秘书间之后 时经扎月 毫无功绩可言 很觉惭愧 现有一本奏章 扶起天王预览诗形 天王接到手中展开一看 纸件上面写着是 陈迷奏未速取精灵 以定天经事 福察北有北京 南有南京 唯从地理而言 南京赴天谦之险 据复共之区 堪卫龙旁虎聚 形势非常 即文物一观 以胜于北京之闭塞多多矣 莫经北京之为世人所重视者 以其为葫芦之宫殿 再彼之故也 若天王定都精灵之后 北京即日可成愤壤 现在我方之不及及心我王师者 无非为向荣 为张国良 为江中原 为吴文荣 为胡林义 为齐善 以及为妖妇李金凤 继妖妇之兄李孟群等等之队伍所组而已 陈不明 亦为不如 即用军师前将 放弃湖南之故策 一面赤派静旅 连环与以上等等敌军敖战 使其无力奋兵难顾 一面依遣英王陈玉成速攻完省 完省亦得 干省即可连带而定 晚干乃为精灵之门户 门户无可掩蔽 内侍岂不赤路 唾手可得之物 无可不作罪药之徒 若与以上敌军无端恋战 坐师良机 使北京有所准备 成为天王威夷 愚昧之见 是否可行 浮起当机立断 天下信甚 臣义信甚 天王看毕 一面帝与东王 乾江 李秀成三个去看 一面便对弥炭花说道 弥清之作 正合孤心 但是英王陈玉成 此次行军受伤 不知何日能遇 弥炭花尚未搭言 乾江已将作本看完 忙来接口向天王奏道 英王之伤 尚非要害 大概三五日内 必可告权 我们赶紧预备起来 也得几天 天王听了点头说道 既是如此 军师可与东王伤酌办理 英王要调何人何队 命他自行奏臣变了 东王听说 呼向天王奏道 东征之士 臣当与军师下去斟酌办理 不必天王操心 天王乃是万经之躯 现在日理万机 孔劳圣辈 反一群臣之忧 臣你请天王 将那天父临身一事 不妨恳求天父 改临陈身 由臣代为宣传就是 原来洪秀泉的假借天父临身 在那花县原籍 以及贵平 津田等处 尚不过以兼教民之信仰为一旨 即至起义以后 又借此事震慑将士之心 其实 本属虚无缥缈 何尝有甚天父 不过他的手下 明白此事是假借的人物 仅有钱江 李秀成 石达开 杨秀卿四人而已 连他妹子宣娇 以及人发 人打 大权等等都不知道 其余的将士 当然更加不必说了 但是钱江 石达开 李秀成三个 本来忠于天王 自然代为宣扬 不去说破 独有东王杨秀卿这人 因为洪秀泉 从前替他看过风水 曾经许过他有九五之尊 照他意思 恨不得此时就与洪秀泉意味 他做天王 洪秀泉去做东王才好 只因钱江 石达开 李秀泉三个 都有齐谋 洪宣娇 韦昌辉 洪大权 洪人发 洪人达等人 都有武艺 他与洪秀泉两个 个人手下的心腹将士 人数虽然相差无几 可是奇异的名义 却是洪秀泉为首的 此时既有种种关系 不能居然谋夺大魏 只好先将这件天赋临身 最能震慑人心的秘诀 先去决道手中再说 谁知这位洪秀泉天王 果为杨秀卿所致 一文此奏 心里虽不愿意 面上不能不语 天王寄云此事 东王方使大喜而退 没有几天 前将的梁翔等相 刚刚预备妥当 陈玉成的伤处却也好了 好虽好了起来 不过却成为一只四眼狗了 正是 欲战龙亭源不妥 人呼犬号也称奇 不知陈玉成怎么会成四眼狗的 且越下文